造船工业中,军用舰船和民用船舶之间的关系是无法分割的,两者都依赖造船工业和设备的进步。 军用船舶虽然搭载住大量武器,有助更好的防护和更快的速度,但其战斗力的形成基础同样是扎实的船只设计能力。 造船材料和工艺水平,从各国的情况来看,一个民用船只的制造大国,其海军力量同样会十分强大。 中国海军飞速的进步与中国造船业的进步是分不开的,2018年,我国完工了最为新式的45万吨级混轮,这样的排水量是个什么概念? 美国的尼米兹级航母和福特级航母的满载排水量也就10万吨出头,美军一个航母战斗群,以一艘大型航母为核心,加上零零散散的驱逐舰,巡洋间和潜艇,总分位不会超过20万吨。 这样的驱轮一搜,比两个航母战斗群加起来还要重。 有人会说,你这样比不公平啊,人家是军舰你说货轮,这样的对比只不过是形象的形容巨型货轮的庞大而已。 那么民船之间对比的话,世界上能建造巨型货轮的国家屈指可数。 而且很多传统造船大国的造船能力还在衰退之中,如此崭新和拥有先进技术的巨轮下水,引起了多国的关注。 比如荷兰,英国的船运公司,都试图并购中国的巨型货轮。 在半个世纪以前,中国的海上航运甚至还要用到通过多方转手购买的二战时期的美制轮船。 哪怕在20年前,建造45万吨巨轮对于中国造船业来说也是难以想象的。 但如今,建造这样的巨轮对于中国造船工业来说并不是难事。 推动驻45万吨的物体在海上进行远洋航行,需要成熟的船用动力系统。 千万不要认为民用船只的动力系统要求比军用舰船低。 军舰的轮机追求高速和良好的加速度,可以在短时间内完成不同速度下的战斗模式转换。 而民用船更加需要强大的推力,比军舰重得多,耐久能力。 使用频率和航行距离比军舰长得多,和经济性,节约燃料降低运费,提高航程。 要求同样是很高的,作为巨轮的动力心脏,我国在大型船用轮机的制造上发展很快。 另外,民用船只无法得到军舰那般妥善的维护,使用周期很长,可能会长达几十年。 对舰体设计的坚固程度,材料的抗腐蚀能力和耐用程度要求很高。 要建造一艘几十万吨的海上钢铁城堡,可真不是一般水平的国家能做到的。 实际上,且不谈造船业发展对军民用船只的双重促进作用,民船本身也有巨大的军事潜力价值。 比如二战中,我们都知道美国建造了比日本多得多的航母,战略间和驱逐舰,但却不知道,真正保障美国军队在广袤大洋中作战的是数万艘火轮。 批量制造的万吨级轮船大量下水,可以担负上百万军队的运输,补给任务。 战争不只是武器,更是工业实力的较量。 太平洋战争说明了这一点。 而日本民船数量有限,造船工业潜力远远落后于美国。 哪怕在南洋占领了足够的地盘和资源,却缺乏运力将其运回本土,其陆军调动甚至经常要抽掉民船进行。 战争中后期,面对美军潜艇和飞机的绞杀,日本运输船舶大量沉没,却无法造出足够数量弥补损失,其战争工业最终因为缺乏资源而垮掉。 相反的是,英国在二战中被德国潜艇战封锁,同样大量船只被击沉,但依靠美国源源不断的船只援助,应是顶过了最困难的时刻,突围紧急撤退的唐纳德库克号。 近日,据媒体报道,此前美军的盾舰唐纳德库克号汉然闯入俄国西南方领海12海里范围内, 对此,俄国军方下令,动用堡垒按机反舰飞弹系统立刻锁定这一战舰,在发现自己被锁定了以后,美军盾舰赶紧进行180度掉头,并且全程采用S型规避机动仓皇逃离俄国边境。 而对俄国这种彪悍的行为,美国白宫有官员疾呼,请俄国保持冷静,但也有支持俄罗斯方面的,称俄词局给世界做出了榜样。 据了解,此次事件中,美军军舰靠近俄罗斯边境后,俄罗斯立刻启动了这款新武器,它的锁定和瞄准迫使美军军舰不得不后撤离开。 这款武器被叫做堡垒系统,俄罗斯的代号为K-300P,是俄罗斯所研发的世界上最出色的反舰武器之一,图为堡垒系统。 堡垒系统正如它的名字一样,是由包括飞弹、雷达等设备在内组成的一整个系统,属于暗机装备,部署在陆地上,用于防卫近海。 不过,根据俄罗斯方面披露的消息来看,堡垒系统也有能力攻击陆地上的目标,这也就使得它在陆地边境线上也能够发挥出自己的作用。 堡垒系统的射程高达300公里,它所发射出的飞弹可以覆盖方圆600公里内的目标,这个范围足以让许多居心叵测的外国军舰放弃与之对抗的想法。 它使用发射车进行牵引,底盘来自白俄罗斯,和他们的第阿斯托洛劳格飞弹的底盘相同。 俄罗斯方面给堡垒系统配备了许多配套设施,比如训练所需的车辆,后勤所需的车辆等等。 这些配套设施使得在战时堡垒系统的威力不会因为发生意外而降低。 图为堡垒系统,堡垒系统的飞弹会安放在牵引车上,在发射时自动抬出树立,由发射筒进行冷发射,降低了发射装置被飞弹发动机损害的可能性。 它的飞弹是大名鼎鼎的SSN-26的改进版,飞行速度可以达到两倍因素以上,一枚就能够重创敌军。 不过,必须要承认的是,俄罗斯的海岸线实在是太长了,堡垒系统的实力虽然出众,却也难免会有一些疏忽。 不过,俄罗斯方面的态度要比它所能起到的作用更关键,那就是他们绝对会继续和美国抗衡下去,不存在屈服的可能性。 2018年11月5日,印度媒体宣布了一个好消息,那就是印度国产兼敌者和潜艇成功完成了首次威慑巡航。 这可是印度又搞出了大动作。 一个不算小的成就了,印度核潜艇项目自1982年提出至今,已经都过去30多年,现在终于可以形成战斗力了。 而不仅仅是一个样子获了,更重要的是,这艘核潜艇是印度依赖于自己的技术搞定的,核潜艇及其相关技术是没有地方可以买的。 印度从外部所能获得的技术知识非常有限,这证明印度的科学技术已经相当有水平,这绝对不是一般国家可以搞出来的东西。 印度核潜艇,许多人将这一行为形容为,公开示威。 印度核三位一体战略的成功完成,可惜这个说法的含金量不足,原因就在于印度核潜艇所搭载的强射飞弹射程一下子令人眼前一亮。 目前印度引发的前射飞弹中,唯一可以使用的也就是K-15,但是其射程只有750公里。 印度前射飞弹,如此射程只相当于陆基的进程弹道飞弹,即便其性能再好,似乎也没什么可以称赞。 对于前射弹道飞弹来说,这属于过低的射程了,几乎等于飞弹没法使用,那么有啥威射力? 这样的射程从印度洋上发射,连覆盖印度本国全境都成问题,更不要说威胁别人了。 公开好消息,人们通常将战略和潜艇被为战略威慑力量的核心组成部分之一,为三位一体体系的重要一环。 其威慑力有多高,所涉及的不仅仅是和潜艇本身,更多是强射飞弹。 其中最关键的性能就是,射程,和潜艇能造了,常规潜艇却要组装。 如果仅仅应有750公里的射程,那么它根本无法构成什么战略威慑,仅限于战术或战役层面,那么与它所担负的任务相差甚远。 即便是印度正在开发的下一代强射飞弹K-4型,其射程也依然不高,只有约3500公里,也达不到要求。 因为通常来说,前射飞弹的射程应在8000公里以上,这才具备战略级别的意义,否则效果就要差了许多。 尤其是对于印度来说,过低的射程更无法发挥什么效果。 这与印度的地理有相当大的关系,印度和潜艇,如果射程不足,又想发挥什么威慑效果,那么就必须把潜艇派到几千公里以外。 这对印度来说,实际上是一个相当难的事,印度只是个印度洋国家,而不是一个全球性的大国,没有把潜艇力量进行全球部署的能力。 即便是和潜艇也无法保证建立起全球性的威慑力。 更不要说,目前印度的潜射飞弹也仅仅是完成试射,是否已经达到可以列装的水平仍然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以印度公开的消息说,距离服役依然有相当的距离,也就是说,印度的海基威慑力量尚处于一个理论状态,而不是现实状态。 印度和潜艇,也因此,我们可以承认印度进行了首次巡航是一种技术进步的体现,但是无法从中体会出印度威慑能力提高什么。 可以说,表面工程,看住驾是吓人,实质吓不住人。 因此,我们可以承认印度进行了首次巡航是一种技术进步的体现,但是无法从中体会出印度威慑能力提高什么。 可以说,表面工程,看住驾是吓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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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能工程,看住驾。 恐怕是吓人的看住驾。 这是完成驾是吓人的目的,所以让人展续录得很笨。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